看看新闻榜 堆起来的 通过甄嬛传 观众们认识了 可恨又可悲的华菲 也记住了演员蒋欣 对于蒋欣而言 成功可谓来之不易 17岁时 蒋欣就和吕丽萍 在《大脚马皇后》中 有个合作 然而这位出道多年的老演员 在拍摄甄嬛传时 却也遭遇了连连NG的情况 当时她感冒发烧数日 状态不佳 拍了几遍都不如意 这个评妃 齐聚一喷宫听事 婉萍不够来迟 不无本宫 还不快跪下 如今便目无尊卑 好若来日诞下皇子 你又要怎样呢 岂非整个后宫 都要跟你姓真 那场戏其实并不难 是因为我个人状态的问题 我那几天一直是发烧 感冒 重感冒 然后发烧 吃了那个退烧药 人是懵的 然后台词也记不住 就我是那么容易 记台词的一个人 但是那会儿就死活 就记不住 背不出来 我就特难受 拍了大概三遍 导演说过了 但其实我心里 特别不满意 因为我 尽管导演同意 这场戏过关 但奖心却陷入了 深深的自我否定之中 重压之下 他只能到没人的地方 大哭了一场 连导演郑小龙都劝不住 我和皇上的心意 郑导过来了 他就看着我 就是觉得状态不对 就出去了 他就看着我 就跟着我一块围随进去了 然后就哭到你怎么了 就是你在哭完了 已经没事的时候 再听到有个人来安慰你 而且是一个这么的长者 这么好 你会觉得好委屈 我就又哭了 导演你别说 你快走 快走 然后导演就走了 走了 后来我就又哭了一会儿 就收住了 就出去了 整理完情绪 奖心重新回到了片场 要求重拍一遍之前的戏份 甩开了情绪包袱 这一遍的演出 反而分外精彩 然后导演就站在我那个店门口 等着我呢 你怎么了 我说导演不好意思 我想再拍一遍 他说你不用呢 我知道 我刚刚听你助理说了 你发烧着呢 那个状态不好就算了 其实挺好的 我说导演 我能不能再拍一条 让我再拍一条 我不想有遗憾 然后我就又重新拍了一遍 我发现哭完以后吧 人好像就会要好一些 对 通过华菲这个角色 大家见识了 奖心过人的演技 也让奖心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实际上 他17岁 并在电视剧客串演出出道 隔年又在张继中版的 《天龙八部》中 饰演慕婉青一角 然而此后 《演艺之路》 并没有像奖心设想的 那样一帆风顺 有时候甚至几个月 都没有戏可拍 左思右想后 奖心决定北上寻找机会 并且得到了父母的理解与支持 正是这个外出闯荡的决心 才有了日后奖心 在《甄嬛传》中的精彩良详 我就觉得自己在这 待两三个月了 都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想让自己重新有事情做 那我就跟爸妈说 我说我想 我要去做北漂 我爸妈当时就愣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一直都在说 长大永远不会做北漂的 我觉得北漂不好听 第二天早上 我爸妈起来了 就跟我讲 你要去北京 我说对 我想去北京 我想赚钱 我爸妈说 我们跟你一块去 我爸妈妈看了